Baby 险些摔倒 杨米无嘴大笑 李一峰猛逼 唯有你你伸手去扶 话说微博之夜真的是亮点多多 不仅有四小花蛋同框 杨米 baby两人扛死上眼相爱相杀 现场两人同框 杨米月牙笑 Baby露齿笑 两人对镜头好像自拍一样 摆出各种姿势 大家都知道 最近杨米 baby两人可以说是频频同框亮相 关系也是好的不得了 随着微博之夜越来越多的那场视频曝光 明星们当晚一些有趣的小不懂也传播开来 最搞笑的要竖一个场景 原来Angela baby领奖后下台 可快要走到自己的位置时 不知道是鞋太滑 还是他不小心踩到了自己的裙脚 一个猎切差点要摔倒 两只手为了保持平衡 两只手为了保持平衡 居然不顾形象的雪小鸟起飞撞 场面一度十分滑稽 杨米看到张大大指了指Angela baby 把刚才的滑倒事件又重复了一遍 真是在伤口上撒盐啊 后捂住嘴哈哈大笑 张大大也跟住笑起来 把旁边的李一峰笑得一眼蒙蔽 询问张大大怎么了 而只有妮妮看到Angela baby 要摔倒的一瞬间 立刻伸手去扶她 网友纷纷为这个动作点赞 有人质疑杨奕怎么看到Angela baby 都要摔倒了 怎么还笑得那么欢 是在幸灾乐祸吗 不过仔细看 杨米是在确认Angela baby 已经重新站稳了的情况下 才开始笑的 而且这个笑并没有恶意 其实后面一个工作人员也是笑了的 不得不说 baby好可爱啊 你们觉得闺蜜险些摔倒 到底是笑好呢 还是上前服 自己给你再发现 你知名人不得的 我得来 自己给你 你还好 你得来 我们点进行 我们也不能帮你 然后就想知道 我们冷藏 这就是 我们不得了 我们能够 实际 我们能够 我们的 这就是 你们 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